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觉得佛学 不同于中西医 其实它可以利用中西医 但是它介入的维度更高一些 但是大家可以真的形成一个佛医理论 但是佛学它从佛对佛学的理论 就是介入维度 比如说你那个 你不管你叫什么 但是你是血像 血像里面你有东西的 那我可以进入你那个维度 帮你把那些东西清理掉 有的是可以 有的是清理不掉 有的你明显的看到 有些东西 比如说它有一个囊轴或者什么 你看见就是个东西 你过去把它拿掉 它又出现了 拿掉又出现 它是没完没了的 几千次的重新 那你知道不是 它要自己来 你要跟它 要改变它的认知度心态 嗯 是这样的 就要有的就没问题了 宋先生只有道义吗 嗯 就道加一 但是这些都没有形成理路体系 不管它 我觉得这是一个理 但是因为它不属于人道 嗯 它很难在人道 因为它是纯粹就比中医还学 嗯 你很难从人道来把它定义一个理论体系来 你还不如从中医的角度去讲解它 就是让人们在中医和西医 它毕竟在地球上也就穿不了这么久了 那么你建立在中医西医基础上 然后去烈烈的去提升 哎 只要我觉得更好 我要用中医的基础来去解释这些更好一点 它就不是把你到物质层面来治疗 你说它叫什么 它是把你直接看过去就是三界 它是当你就是失控来治疗或者是什么 它就没把你看在这个位置 一个是佛学的角度 嗯 可以和一些就是其他美学的那个 它不管哪个维度也是个幻境 你是从哪个维度治的 就是说你进入某一个维度 就像比如我们打坐 打坐进到一定程度 你慢慢看见自己物质 慢慢看见世界是光 看到脉龙 看到气脉 慢慢的看到自己是光柱 慢慢的看到自己是光柱 慢慢什么也没有了 可能就是个空的 就是说你从哪个角 从四维五维 哪个维度都是假的 就是假象 其实都不真实 只是你从哪个维度进入 那西班世界的长期光图 就是那种 就到达最后的那种层次吗 其实如果是从人道来讲法 不管是任何一个定义 都是话 都是缓解 但你的意识层里面 建立起来的都是缓解 是你进入真空 真空真的不是有语言 可以表达的一个境界 不能定义的 但你进入到真空 无为的状态的时候 你可以住在任何一个世界 死空里 比如它叫长期光 它叫无常的光都不重要 或者是你可以在任何一个 死空里面写信 比如 其实修行的过程就是 你开始因为我们已经太执着于 为什么佛一定要在这个时空 在人道不停地说 这个是虚妄的 虚妄的 就像经过这波 因为我们太执着了 所以打不破时空的 人太已经执着于人道的东西了 那些打破人道的东西 其实开始是有点偏空的 因为有执着有了 那么当你说这个是虚妄的时候 慢慢慢慢你就能放下 就不会放的时候没那么痛 说他虚妄的只是我纠结了 等等 你就没那么痛苦 你就开始爱佛地说的 一步一步一步 一直到空到空到身心四大皆空 全空的时候 其实到最后还要正一个 空就是说要翻回来 翻回来的时候 你正到你是光的 其实到最后就是你说的长期光 光的时候 就是说你感觉你都空到 只是光的时候虚空的时候 然后你就又回来了 回来的时候 因为定理寄然不动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其实这种光 又开始进入圆绝的境界了 就是你不是有一个 什么也不是什么也没有的境界 是你看到了十个维度 你看到了所有的维度 就说你那个清静啊 静了不是你脑子里什么也没有了 是你连蚂蚁打架也能听到 就是说你的绿根啊 无懈的扩大 就是你坐在这儿 你清静的时候 血管流动的声音 每一个汗毛立起来 你都轻轻的寥寥分明 而且包括外界下一点雨 你都知道下了多少点雨 就是说无所谓的那个不是神通 那是我们的圆绝境界出现了 就是你要证的这个 才是色控不二的境界 就是说我们开始 偏向于无为啊 偏向于一切都是虚妄 只是你在人道 破你人道的纠结 你在三界已经直锁了 时空 泄出这个身心 泄出这个瓦开 绝而不斗 泄出这个绝开 其实到最后那个绝是无所不绝 才是真空静静 无所不绝 没有东西不在你的绝招里面 没有东西 你身心的每一个血管的血液的流动 心脏的翘度 所有的在每一个维度 视线什么样子 你都寥寥分明 而不是只是在肉体 比如说肉体上 我有病了肺不好 那在这实在 那我可能跟你讲的时候 我在人道我的肺不好 那三维讲什么 四维我是什么原因 五维我出现了什么原因 六维在每个不同的时空 我会以什么向着视线 我是什么原因 你都要知道 无所不绝 就是到最后 圆绝的境界是 什么都知道 这才是 这才是圆满的境界 到最后果位上 圆满的境界 这个已经超出 五眼六神通的范围 就策万发源 这才是佛的境界 如来境界 在每一个时空 实现出来 都是无所不知 它不是就像你们打着 做人来祭灭的 什么也不知道了 大脑一片空白 脑子不转了 也就是直的 这个跟树木有啥区 是吧 那阿罗汉的境界 文字是什么 他这是 他还是无色界 一个天灵的状态 就是他那种境界 就是他还在飞翔飞翔 他没有到圆满的境界 就是说 你进入圆满 越绝的时候 佛才才是真正的真空境界 才是色控不二 但是我们现在 不断的让你放下虚妄 是让你先从人道解脱 你连人道都执着 你都没走出来 连人道这么点点的失控 你都没看破 你都困在里边 何况三界六道 那么大的失控 你还没涉及到 色界跟无色界 你还在情欲里边打过吗 是欲界吗 我们还在欲界 铁六道里面 你看我们最开始佛 我们聊的是 从六道轮回解脱 你还没进色界 无色界 你还没看破 先从这儿开始休息 真正的游戏必进空 正如色控不二的 就是菩萨的游戏三昧 是坐在这儿 到他静下来的时候 无所不知 就是我们开始是静下来的时候 什么也不知道 那叫做 就知道我静了 然后菩萨的游戏三昧 当他刹那之间 一静下来的时候 他的六根特别的灵敏 他的六根都是圆绝的 六根就是互用 互用圆绝 你看那些大菩萨都睡觉了 蚂蚁在地上打架摔了腿 他就像离战骨似的 一句话 他是知道了 这个真不是所想 因为他们敏锐地 捕捉到宇宙的一切动静 他完全跟宇宙合一了 他的心事完全跟宇宙是合一的 就不是我知道 是我就是所有的一切 我就是那只蚂蚁 我就是那只蚂蚁 我就是那只蚂蚁打架 所有的一切都是他的化现 他就是那两对蚂蚁 蚂蚁打架摔了腿 他还能不知道 这才是圆绝 不是有跟你住在哪个光头 不是那样的 是你在任何围堵地 进入了这种境界 你就成佛 也不是说 我今天入定了就成佛了 还真的是 不是那样的 定是为了慢慢进入这种状态 开启智慧 开启智慧为了什么 是为了你放下 所以 因为我们没智慧放不下 无名 没智慧 所以我们放不下这个世界 所有的虚名啊 四大 所有的一切 亲情有情爱情 所有的情 我们是有情众生 我们入定 开启智慧 是为了我们放下司空 能够看破司空 看破自己身心 被欲望所控 看破这些东西 能够创越它 创越司空 然后回到我们本人的圆角 无所不知 不是到最后 舍弃一件事 无所不知 你连这个东西 它的种子 从哪来的 谁拿的 谁给没进去的 它长了几百年 然后哪个木权 把它做出来 谁放的 这个种子 真的是万法鱼啊 从哪来的 都清清楚楚 它愿意去 它愿意去 看到 它能够讲出 它的所有来历 它不愿意看 这是佛的境界 这才叫空 不是坐在那儿说 哎呀我空了 老师我坐那儿没有了 看不起 坐垫上没我了 我没就没了嘛 你啥也不知道 你没了又咋的 你没了做事更执不上你了 还指望你度呢 是吧 是吧 实力心眼 给我 那是个境界 我不能说那个境界不好 那是个善境界 我们开始 从一个出重的角色 开始走向空 光 光明 或者是感觉 感觉不到身体了 都坐在那儿 哎呀好像没胳膊 门腿啊 这是善境界 这是好的 就开始往下 就这样走 没问题 所以我自己也是一开始 你慢慢坐在那儿 突然就是身体 觉得不想起坐了 就是因为身体的出重感消失以后 身体啊好舒服 越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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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走越走 就像就像 就像被递到那个坐垫上 就起不来了 就是不想起坐 多久也觉得不累 没问题了 这个是刚开始的 慢慢收胳膊就没 但这些都会反复 这个过来就没了 因为又又坐不住了 哎 慢慢的是身体 突然做打坐的时候 意识层面觉得身体是消失的 然后就感觉到 那个卖道里 光明四射 然后整个宇宙 全是你的光明 跟宇宙合一啊 光明中又生万法 这都是 干你文字下出来 因为你有一个社库不二的像 你认为 哎 又空了你脑子里想 不能撇空 空里面一看出个像 然后宇宙一线就给写下了 真的根据你的脑子里 你一动念就出来了 甚至你不动念 只要你执着 他就写些 就你想虚空 虚空里面又有 你想哪哪出现 你想北街 北街在库中出现 你想你想任何一个人 他马上在那写些 但这个是光幻境 真的是幻境的 这种一直一直 但是光明的境界持续很久 因为他有色界光 无色界光 他有很很强的各种各种光 赤水滑流青蓝子 这些金光啊 光明就破很久 到最后空 到最后进入一个 就一坐那儿就是像一个雀雀一样 哎 你就觉得这个感觉不错了 就是觉得雨快雨 接近圆满了 然后就觉得哎呀 想里边写个佛就写个佛 不写个佛也行 想干啥干啥 但这个真的是还需要很久 然后这个缺缺就后来就没有 然后把这个缺缺破掉 我觉得才开始 对佛学的四窟不二呢 开始进入一种正量上的礼物 就是在这之前 我觉得一直到把那个缺缺破 就是连那个太极的缺缺都没有 有个缺缺还是文字里别概念 然后这个以后呢 就开始回到红城去不断的发行 在起行动力上做圆满功德 这样呢你才开始慢慢慢慢进入 空机制色的修正 才开始进入后半部分了 空机制色不断的进入 不断的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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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老师 这样你逐渐逐渐就知道 四窟不二就是最后 最后你进入的就是圆满 圆满的状态就是 就是无所不知 就是你定下来的时候 没有一个定的状态 没有一个空的状态 没有一个静的状态 就是说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静 也不知道什么叫空 也不知道什么叫光 因为你已经不在分别里面 这个时候 那个时候 时空不二是同时呈现的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空 你不知道不分别静 不分别动 不分别空 不分别光明 那个时候好 不管你呈现任何 你了知任何都是时空不二 根本就没有一个任何 然后你在时空里面 可以进入任何一个时空 去视线 然后呢 了了分明 而且在不同的时空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 而且都知道 同时呈现 不是说同时呈现在哪个 他同时呈现在一点上 里面 他不是我们想象的 不是我们想象的什么 说哎呀他总有一个气候吧 就同时呈现在一点上 他要穿越的一条线 不是那样 这个怎么比喻 就像你们看法华经里面 释迦牟尼佛说 释迦牟尼佛写神变的时候说 他为所有的法华会 就是摩底受尽 法华会和圣意啊 尚且那么多众生 他全都被摩底 怎么个魔法 我们可能想象 佛找出好多手臂 或者佛 每一个人头上来个画臂 画身 其实不是的 是他的心无处不在 他的心到达的地方 手臂是同时到达的 就是 就是他是用心来灌顶的 他用心啊 心像啊 心像上边有 我们心里边有多少手臂是不可知的 就是说 凡是他愿意灌顶的 那都有 因为他的心可以充满法华会 他的心无处不在 就是 一样的 约绝的境界是 你的心充满每一个地方 然后跟每一个地方 每一点合为一起 跟空中每一个微层 是一不是二 不分离 这个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分离的苦啊 或者就是跟宇宙的一切合为一 而一也空 就是说一也没有一个确定的一在呢 就是刀神一一生二那个一 连那一也没有 跟宇宙的每一个是一 然后呢 连一也不存在 这个时候你才真正的自在 叫打自在 因为 如果你有个一 或者一点在那 你都没有一个微层在那挂着 你都不自在 不会自在 你有个一般是缘起性空 那个东西也是空的 本来空 不断的了悟这个社会不二的这种境界 然后你才能够圆满功德 就是进入圆解 就没有一个静下来的状态 没有一个空的状态 没有一个定 就没有什么游戏笔记框 没有一个 食材法 没有一个定式 没有什么叫定 一切都在定中 本来就这样 一切都色空不二 本来就这样 这就如是的境界 这个空学的一点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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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真 一切都会 有这些去了 准备 有这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